我們要來搶這些任務 準備好了嗎 市長謝國良開心的受邀上台 充當魔幻扯鈴表演達人的助理 豆的台下社工們響起熱烈掌聲 市長都上台了 衛生局長張賢正同樣受邀上台 當表演助理也獲得熱烈的掌聲 1 2 3 掌聲鼓勵 哇 謝謝 每年4月2號是社工日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特地在基隆港海產樓餐廳 舉辦機優社工表揚活動 市長謝國良不但展現親民的一面 上台充當扯鈴表演達人的助理 和台下社工們同樂之外 更宣布包括補助基隆市社工師 加入社會工作師公會 兩千元長年會費 以及補助保護性社工夜間出勤 計程車車資和將報請行政院同意 由市政府自行編列 連續服務滿五年以上的留任獎金 三項社工待遇改善政策 立體社工 首先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社工朋友 都有加入工會 然後都有繳長年會費 一年兩千塊的部分 我想未來不論是公家的社工 或者是民間的社工 只要是在基隆市服務的社工朋友 這個長年會費都會由 基隆市政府全額的來吸收 先跟大家報告 所以我在這邊也宣布 只要是所有的社工朋友 在夜間出勤的時候 如果要搭乘計程車 政府會全額負擔 時報時銷 好不好 這是第二點來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希望對於大家夜間出勤 能夠一個鼓勵 那第三點呢 也是我們目前在爭取的 就是市政府願意來負擔這個經費 但是我們需要中央的核准 所以我剛剛也打電話給我們在地的林佩祥委員 未來呢 我們將市政府願意在中央同意的情況下 提供九任的一個獎金 給我們的社工朋友 這個九任的獎金大約是 只要滿五年 我們就提供五萬塊的九任獎金 只要滿十年 我們就提供十萬塊的九任獎金 這樣大家說好不好 好 希望能夠有效的提升 大家在社工這個領域上面 長久服務下去的一個需求跟狀況 苦難我們沒有辦法避免 但是只有愛 我們才能夠讓苦難受到安慰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都傳達著 你的專業 你的耐心 你的愛心 你的智慧 來把這份愛傳遞給每一個家庭 在這裡再次的感謝每一位社工 我要說我們社工的工作 沒有比護理師 沒有比護理治療師 沒有比醫師簡單 我們處理的問題其實非常的複雜 而隱形看不見 那個是生命 所以再一次的感謝每一位 以自己的生命投入在 另一個生命裡面 讓他們能夠堅強戰力 平安幸福 再一次的謝謝大家的辛勞 端出實質力挺社工的政策之後 市長謝國良繼續馬不停蹄 趕往其他行程 巧的是 市長前腳剛離開會場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梓委 後腳就進來會場 而行程同樣忙碌的議長同梓委 硬是排除其他行程 一定要來力挺社工 同樣帶來最實質的鼓勵 致贈紅包給得獎的機優社工之外 也和大家合影留念到最後 絕不中途離席 更強調會協助大家減輕工作負擔 去年 我有在這個允諾說 我每一年都來參加 所以即便我剛剛去這個 全國議長輩的網球賽 我也這個打完第二名 以後馬上回來 我其實是為了社工 因為那個中午要頒獎 所以來不及再認真比賽 所以最好第二名 我們很多社工 其實下班後 都還持續的來上班 下班時間以後 其實還在上班 因為有各種訊息 然後各種需要被關懷的朋友 然後我們其實根本 24小時是待命的一個工作 我想這跟政治人物的工作也有點像 不過大家比較辛苦 因為大家真的是付出非常多的時間 心力 然後去關懷 然後未必可以被社會肯定 我想我們有這個責任 讓大家知道 社工是我們最辛苦的一個單位 那我想我們也會來努力 來推動大家相關的一個制度的保障 然後也讓大家社會可以來肯定大家 那我們也希望社會處 我相信社會處也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們各單位 大家共同來配合 剛剛市長也有這個 雲諾大家相關的一個政策資源 我們也會來協助大家減輕大家的工作負擔 然後我們的工作可以讓大家來肯定大家 機優社工表揚活動分為活力新秀獎 服務機優獎和卓越領導獎 總共15位機優社工人員接受表揚 主辦單位市政府社會處 特地安排各單位得獎社工上台受獎 讓身為社會安全網重要骨幹的辛苦社工們 共享榮耀 而輔會兩首長力挺社工的堅定態度 更讓在場所有社工們倍感尊榮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